所有的瘋友们 钢铁人这部电影总看过吧 这好莱坞非常卖座的一部电影 但是这是一个电影的情节 可是在中国大陆 真有钢铁人的存在 但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变成钢铁人呢 我们先讲钢铁人的故事 钢铁人他为了要逃脱恐怖分子 把他困在山洞里面 他就拼了命 重新打造一个钢铁人 终于让他逃出了恐怖分子的山洞 所以美国根据这个故事 推演出一部钢铁人 全球大卖 那除了美国以外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钢铁人 中国大陆的确是有一个钢铁人 叫做孙吉发 各位看这个就是孙吉发 孙吉发今年六十多岁 他退伍以后 因为太太想要吃鱼 他居然是拿了炸药去炸鱼 结果炸鱼不剩 把他的双臂全部都给炸坏了 他就被迫截肢 他被迫截肢以后 因为他的生活非常的不方便 也不习惯 那经过两年的挣扎以后 他认为说 他的日子不能这样子过下去 他日子不能这样过下去 他就开始说 我用脚来耕填可不可以 他说他就想试试看 结果他把耙子放在鞋子上面 然后就是慢慢的去耕填 结果呢 由于他的意想天开 填不淡跟不成 他身体都被折腾 你折腾到他大概都丧失了 继续工作的愿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孙吉发他就开始的 一步一步的什么 钢铁人附建计划 那所谓钢铁人附建计划 我们先看他的手 各位去看 这个是他的手 你知不知道 他的手那有几代手 第一代叫勺子 勺子 他用那个手来抓饭跟喝汤 你的意思是说 他的手在自己做成 钢铁的 对 钢铁的用皮带绑着 那他绑完的时候 觉得是从这个地方取得灵感 所以他就开始弄第二代 第二代他弄什么 你知不知道 弄爪子 他用爪子干嘛 他完全自行研发 自行研发 他用爪子干嘛 他用爪子是要用农具 他先把右手能够抓住农具 然后各位你看他耕填的时候 他那个左手 他那个左手就用铁钩把它给勾住 好 各位可以看 这个就是他大概第三代 第三代叫钩子 那钩子呢 经过他自己的研发 他在手肘碗这个地方 弄了一个什么 像类似手铐的东西可以固定的 可以靠在这个地方 可以这样子相互连接的 好 钩子完了 各位他最后一次是手 他是手 他手各位可以看 他利用手铐的原理 他把这个地方固定住 然后他这个地方绑了皮带 用左手 因为我们耕填 好 我们耕填都要这样子 对不对 他用左手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耕填用拉的 他是固定在右手 然后是用左手固定拉 固定拉的时候 身体能够维持一个平衡 所以这个孙吉发 吉林省的孙吉发 当他这样子一战成名以后 就开始上片了各大电视台 你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电视 在介绍他的时候 还封他叫做什么 多功能 多功能钢铁手 他就开始 自己开启一个工厂 自己打造 他就自己打造 他自己打造 他为什么他要自己打造 各位晓不晓得 你去装一支一支 大概要十几万人民币 他说他没有那么多的钱 他又是农夫 所以他就开始自己研发 他自己研发有成的时候 他把他侄儿找来帮忙 他说他要生产这个什么 钢铁手 就是钢铁人的手 那钢铁人的手呢 他是完完全全都在边区活动 他在边区活动 他发现 跟他一样撕掉双手的人不少 所以他每一次都会 帮这些撕去手臂的人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那个打造的那个手 他那个手除了可以打造以外 他那个手还有一个抓力 各位 好 仔细看 仔细看 那你看他那个手 看他那个手 他旁边甚至于都有按钮的 他这个按钮就是说 功能越来越多耶 功能越来越多 所以人家叫他做钢铁人 他现在吃跟做工都没有问题 除了没有问题以外 他改进了他的手腕 可以360度的旋转 各位可以看 这个就是他钢铁人的手 甚至于他把所有的笼具 能够装到右手上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为了维持身体上的平衡 所以他研究出了这个东西 他现在什么活都能干 就是笨拙的一点 不过他也帮助了三四百人 去重新装了一支 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上片了中国大陆各大电视 别人号称他叫做什么 孙铁手 看看孙铁手 这位农夫呢 残而不废 他自行研发双手 使得他呢 现在双手真的是万能了 但是双手能够研发 变成一个钢铁手 但人能不能做变化呢 电影当中场景 会有变人的情形发生 但是实际的真实状况来说 可跟电影越来越像了 我跟你讲立冈 电影里头演了很多 仿生人的情节 现在真的都实现了 我记得仿生人电影 我看印象最深刻就是 变人这部电影 Robin Wallace演的 他在剧中一开始是机器人 被人类给买走 可是他不是一般的机器人 因为他脑袋里头 直入了一个叫 人工AI晶片 叫情感晶片 他会谈恋爱 他后来去当机器仆人 爱上了男主人家的小孙女 然后他为了要能够让自己 越来越像人 他后来因为爱上小孙女 被男主人锁起来 失去了自由 但后来他重回得到自由之后 他就开始 你有没有 画面说你看 他要让自己的手 有血管 有神经 还要让我表面金属变成是人类的皮肤 对 到最后他把自己改… 改到就是个人 就是个人 然后他又爱上了之前他男主人的 曾孙女了 而且后来共结连理 最后电影中他告诉法官 我只求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在法律上承认我是人 好啦 观众朋友 电影里头有机器人这么想变成人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 有很多的人拼命的在做仿生人 来 我先来讲一个受惠者的故事 在瑞士有一个教授 Professor Mayer 他伸下来左边的左手就没有 只有左肩膀左臂这一节而已 但是科学家就帮他装了这个 有没有 现在你画面都看到这个 这整个手掌一直往袖子里头延伸的 这个手都是假的 但是你看他还可以操作手机 为什么 你也很好奇 因为科学家利用他左肩膀左上臂还在 他截取了他那个左肩膀 跟左上臂里头的肌肉的感应 去控制了他下面的手臂 你的意思是说 跟手掌 就靠那肌肉的感应键 就可以控制这手掌了 对 所以他的那个仿生手指 仿生手掌 现在让这个Professor Mayer 生活上面都跟一般正常人一样 好 做了自己是科学家 你一定觉得很伟大了吧 对 这才只是一只手 我现在告诉你 英国专门在做这种仿生机器人 非常专业的一对好朋友好搭档 最近他把全世界各国发明的仿生人类器官 全部集合 仿生手 仿生脚 仿生内脏 仿生皮肤 仿生血管 全部找来 仿生气管都有 仿生视网膜也有 全部找来 花了一百万英镑成二台币大概四五千万 做成了一个仿生机器人 而且他们的外型就故意要跟 刚刚Professor Mayer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还合影 在这个仿生机器人里头 他被取名叫做REX 雷克斯 坦白说雷克斯他这个发想的idea 就是来自于刚刚我讲的梅爷教授 因为梅爷教授你看画面中 他你看透过远端遥控 我刚刚说讲 接了他的这个左上臂 左肩膀的肌肉 你看他现在可以隔空遥控 那个仿生机器手臂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科技 就不是空口说白话了 这真的已经实践了 好了那现在坐在中间的那个就是 坐的跟梅爷教授 长得一模一样的雷克斯仿生人 访问他的人还跟他讲说 哇真的很像吗 他说盒子很像啊 你看你看 他不但脸像 手像脚像 那中间虽然比较机械化 可是你可以看到里头 都是人工的脏器哦 心肝脾肺肾胜 胰脏气管 什么都有 血管也有 你看到血管了对不对 对 他还注入了血液 杀肺周章 然后你现在看到脸 那个眼睛 那眼睛你别小看他 他其实后面 他的红膜后面还有视网膜 人工视网膜 甚至他的耳朵 还有什么 还有耳窝 耳瓜 可以让他听得到 有听觉 对 好 这些所有的脏器都是来自于全世界最先进的 比方说来自于美国的Arizona 或者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 好 那问题是你机器人越做越好 越来越像 甚至有简单的AI人工智慧 刚刚那个雷克斯基金人他是会唱Rap 他还会告诉你我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 好 那这就让我想到 那如果在科技下一直进步下去 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个现象 你有没有看过《魔鬼的终结者》第四集 有 救世主曾经对着男配角讲 你是人类吗 男配角说我是啊 结果救世主说你不是人类 结果男配角心一想 我怎么可能不是人类 我活了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是个人 后来猛然看自己 身体的内脏才发现他是人工脏器 对 他是机器人 那他从头到尾都不怎么觉得 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与人之间的错觉 到底是非生物的他 还是人类的他 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困扰啊 天啊 现在到了21世纪科技的进步 人跟机器人之间的这一线之隔 以后会不会这条线越来越模糊 而看不清楚了 但是到了21世纪的时候 还有人过着17班的生活吗 有哦 这个地点在哪里 巴布亚 牛吉内亚的深山里面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